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盏灯可以行动了 好 来看卡尔铁公司小老板的地方 我叫孙海楼 今年30岁 25岁 大学毕业后 我顺利进入到一家大公司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 喝茶看报 两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我就惊醒了 世界那么大 我一定要出去看看 此之后 我进入到一家私企 可是已经习惯了散漫生活的我 根本适应不了私企的快节奏 被经理劝退的那一刻 我发誓 我一定要干点事 让你们看看 现在我推家跑腿公司的老板 不过不是市面上那种专门送外卖的跑腿公司 我们只做有意义的跑腿工作 这是我们公司的营业范围 策划 求婚 分手 离婚 替人道歉 表白 跟踪情人 监督现任 你心情不好吃 我们可以做你的倾听者和出气筒 台上的女孩请对号入座 看看你们有什么专长 可以来我的公司干点啥 一年的时间 我不但靠自己的努力 上过长城的各大媒体 还靠可观的收入买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 现在我每月的固定收入都在一万元左右 我父母做了一倍的生意 受他们影响 我们全家从来不跟银行借一份钱 我的房子 车都是全款买的 有能还利息的钱 干点什么不好啊 你们说呢 OK aí 你 谢谢大家